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,国防日算总额达7170亿美元,什么概念呢? 2008年以来的新高,可以说美国这十年削减的财政支出,全部砸在了枪杆子上,尽管特兰普任期内,美军丑闻不断,比如撞船吊飞机,吸毒赌博等等,但这并不影响美军的钱袋子,一方面扩军备战财购和升级武器装备,保持并扩大代差优势,另一方面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引太司令部, 抢跑太平洋和印度洋军力部署,发展和整合,将两洋军力高度整合,连成一体,动作不断难挂之分开之巨大 评论员网小鹏认为,美国巨额的国防支出,其实更多是反映出,他们在战略层面的一些变化和调整,首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说,美国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,在这个战略的倾向上 他更多的是重视所谓引太战略的一个实施,把所谓亚太在平衡,这个抛诸脑后,当然有一些继承性的东西,也有很多创新性的东西,在前夜威慑方面,强调所谓的海上控制的一些力气运用,比如说航母战斗群,比如说他一系列的先进装备的投放和一些实施, 对于前夜威慑和海上控制的实施,体现出的就是他海洋战略进一步向前发展,和一个推进升级,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讲,美国这个巨额的国防支出,都会投放到海空力量的建设方面,在奥巴马时期,就提出,又在2020年之前,把这个国防力量, 海空力量60%以上,部署到亚太区域,由目前特劳图府反映出来的具体去处来看,这样一个目标,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。